請嘉賓貓來聯繫我們 不宜遲了 嘉賓貓來聯繫我們,我就把Jason這期誰刪掉 Hello大家好,我是阿豪 Hello大家好,我是你們的LoLo 歡迎回來我們的愛馬仕攤頭 我們的副歌頻道 然後中間做人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好朋友 Jason 久文大名 知道他有非常多的愛馬仕收藏 是的,不過不管記小洪說愛馬仕圈的話 應該也久文大名 所以你們怎麼可能現在可以邀請我 Jason為什麼要來我們節目做客呢 是因為就是 小洪 他跟我們說之前的Louis沒有他副我 我沒有說過,我可沒說過這麼說過 不要辣子 Louis也說過他的話,來一位 這個可以播嗎 他就想來給大家展示一下他的彩列 我 然後我們就在想,Jason那麼膚淺 就是我們找一個什麼樣的角度 讓大家來看他的收藏 讓他來選一下附近 就也是我的一個私心吧 因為我特別喜歡那個 我是嗎 我特別喜歡就是Rumpo Gautier時期的愛馬仕 所以Jason他也只買限量版 所以他選擇了很多Rumpo Gautier時期的愛馬仕的包 就還蠻驚訝的 他對於包包品溫還挺不錯的 和他這個人就不太一樣了 好,那廢話不多說 本期會是一期非常昂貴的視頻 那請各位準備好瓜子小板蛋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給我們踴躍的點贊,轉發,收藏,投幣哦 所以這個話先給個關注你的支持 所以我們把節目抓取得最大努力 按照我們節目的慣例 我們讓Jason簡單地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今年是18歲 然後還在載學當中 我們最大的愛好就是收藏 收藏級的愛馬仕 嗯,是的 我想問一下你從幾歲開始收藏愛馬仕 我真正人生第一支D站 是一支幾皮的Burking 像我賣掉了 一個忘年隨時,一年前其實 所以一年就收這麼多 哦,對啊 這個啊 一年撒B100萬 對,對,對,不止 不止 他說他買那個Sanel的七八百萬了 哦 好,報發不 那我想問一下 你第一個包就是幾皮的Burking 幾皮Burking拿拿嗎 可能啊 那你怎麼第一個就拿到 是我媽在一二年的時候 買了以後一直留給我的 然後自從在這個時候開始 我就其實已經慣賞了 就是買包只要買現場款的這個idea 你這樣的生活方式 I really combinate 為什麼 因為我媽沒有在我十歲的時候 給我買一支Burking包 因為她給你了很多珠寶吧 哈哈哈 所以就是太便宜了 I combinate 哦,所以 太貴了吧 Oh my God 替你們兩天投入炸鏈 那為什麼Sanel賣掉它了 媽媽不會難過嗎 她也會care 就是我會有時候喜歡的現場款嘛 我買來之後我特地說 我特別喜歡特別強 對我意義很重要 然後我跟她跟她說 哦,這個包升值了 她說那你賣掉呀 我說這個包意義 就是比如說 她有時候會讓我把她送我的身體給賣掉 因為我跟她說了這個包漲價了 然後她就說那你賣掉呀 就是 呀,我可能 商人是家 對,我們家全家都這樣子 就是能看到有利可足就賣掉了 誰家的美品 哈哈哈哈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沒有啦 那這是幾皮包嗎 哦,對,這支是一支幾皮 是一支 Jean Bocotia 設計的一支 Caliperche 是在I guess 2006年吧 2006年秋冬 出現的一支包 現在是算滿火的一支包 它的金屬是黑的 它是烏金,暗發暗的 因為遠處看其實是跟銀扣很像 可以這樣拿 對,這支包還是蠻帥的 就還是有JPG的那個味道 這樣子拿 因為JPG的設計就是主要是 嗯 這個包蠻輕的 好 那這個包價格多少錢 20萬吧 17萬 這要17萬 Yeah, like you can't really get it, right? 這個包算是在近兩年的價格又上來了 Why啊? 就大家對於小包的熱衷 越來越多了 因為近兩年不是小包分船回來了嗎 然後愛馬仕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Mini Kelly二代 然後這支包 在這兩年的行情 也是蹭蹭蹭的 大概翻了兩倍 然後就很嚇人嘛 然後這支小包 Caliperche 也是跟二代很像的 但它比二代能裝 所以它的價格也就蹭蹭蹭的 也飆上來了 現在正常專櫃新的話 補皮的話 嗯 他們會賣市場價格大概在10萬 這樣子 但是幾皮的因為是以前的嘛 雖然少 但是放了久了 畢竟 所以大概是好像定價 6.17萬這樣 這個保存品感覺 品質還挺不錯的 新的皮也沒撕掉 對,因為幾皮還蠻難打理的 對,我之前有一支幾皮包 就是我那時候 我剛說的那支幾皮包 它就是我在我穿著牛仔大衣之後 上面蹭滿了那個牛仔的藍色 OK 那下一支 加哪支呢 下一支 你選一支你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 首先是Shadow Shadow有兩個 三支 有三支 有三支嗎 有啊,一個兩個三個 哦,看到了 來,一人捧一個 這是我就是 one of my dream bags 哇,Shadow 想買一個都很難 你有三支 對,按摩是在今年和去年 開始復刻了一些很很久以前 就JPG實習出的包款嘛 然後包括Shadow 所以近兩年有很多棕色Shadow 還有黑色Shadow回歸 那我這三支呢都是JPG當年10年吧 就是我八歲的時候我成山的 哇,就是這些包我都只能在二手手牆上 我自己找來 Wishers也蠻難的 我們要跟大家說一下為什麼這支包叫Shadow 因為它把所有的五巾全部簡化了 然後變成皮 整個包的五巾就只剩下底釘的 你看,跟正常的Birkin 就只剩下底釘還存留下來 它現在五巾變成只有這個了對不對 它做成了一個浮雕的工藝 然後這個工藝還蠻屌的 聽上次說 正常的愛馬仕款式 它這個袋子是雕出來的對不對 對,就是有一個初代 對,然後這邊呢 它就全部作為浮雕的工藝 以及就後面有一個這個叫派派 對,為什麼買著牛仔的版本呢 就是因為我一開始其實很想買這個全皮版本嘛 但是後來從愛馬仕開始自己復出了以後 我就覺得 like everybody has it and like it's so... 不想跟別人撞嘛 然後我就選擇了牛仔版本的 牛仔版本就同樣的,你還有兩個顏色 對,其實我還在找最後一支 因為牛仔版本其實它出過很多支 包括秀上面也出過很多不同版本的Shadow 但是最後生產出來了 前方我知道了,牛仔版本只有三種 就是一種是藍色牛仔 一種是黑色牛仔 深藍色牛仔 還有一種是白色牛仔 我現在就是其實在找最後那支白色牛仔 然後就越馬了 希望就可以推坑了 我覺得這個牛仔布和這個皮的拼接 真的蠻適合男生背的 就蠻隨意的 而且你夏天穿個白漆也能讓你 對,我覺得這個是秋冬 還有春夏都可以用的一支包 蠻classy的 它有一個40的尺寸 我買的都是兩個35的 因為40實在是日常有點太大了 對,這個就是4040 對,這個40就是有點日常 誰要裝什麼東西啊 但是它容量真的超級大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其實我覺得35就是已經揍了日常 上班了 Jason裡面裝的都是什麼東西 Jason啊 裡面偷出來一個啊 不是,艾爾士的手銬 這個真的超級大 而且我之前沒見過Shadow之前 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原來這裡面還是可以扣起來 對,它怎麼扣 對,它因為它沒五金 它是,所以它裡面有兩個抽袋放在裡面了 然後你可以扣起來 扣在線上 對呀,對不對 這兩個按扣 對,按扣 然後這樣子就防止被偷吧 然後整個包就看著更緊一點 它就是這樣然後就可以側面扣下了 非常好看啊 這張扣口貼其實我覺得 在艾爾士所有時期裡面最喜歡的 所以你什麼時候買的 什麼時候買呢 什麼時候買呢 買,你說買Shadow嗎 想買 想買,等我賺點錢 Shadow是Dream bag 博主賺很多耶 但我不是一個大博主 大家可以對比一下 就是少了五金之後 整個包的黏度就直線下降 很多男生都會選擇買這款Shadow Birkin 作為他們買的按摩式 第一站按摩式 因為我有認識很多朋友 他們買的話都買了那個全皮的Shadow 因為覺得很Man 那這個價格是 這一支的價格大概是在20萬左右 牛仔的話 牛仔的話就不定價了 因為怎麼說呢 有錢你也買不到 給指導價 連卡佛掛60萬 哦 那這三個方式 100多萬 差不多 140,150萬 對 二塊錢是你有錢買不到 可以 可以 這個包是幾幾年出的 就是10年 就是在10年前的包 對 10年的秀場 它都售價是多少 就發售價 發售價應該是在當年是在修很多塊吧 啊 跟它漲了十倍耶 差不多 就是愛馬仕包就一架 然後雲呢 大家都懂 OKOK 這是我one of my gym bag之一 好看的 那我們來說一下阿蛤的喜歡的款 好不好 也是Rumpel GoTia時期的 那我們先說這個好不好 就是這個Shoulder系列 但我不喜歡這個皮 Shoulder Kelly 和一個Shoulder Hack 這就蠻古早的感覺 對 這就是當年的那個Style 就是夜下包啊 就是那個辣妹時代的感覺 00年代包 00年代包 這個多久了 這支包大概是05年的包 因為這支包第一次出現就是在05年 05年的修場 對 秋冬修場的姿勢 他整個舞劇會做的更粗獷更大一點 不 因為這支不是Shoulder Burkett 這支是Shoulder Hack Hack就是另外一支愛馬仕 也就是Burkett的原型 對Burkett的原型其實是 Burkett它更長 對它是豎著的 它的腰匙也和Burkett不一樣 它是一個鎖頭 它是一個鎖頭 蠻沉的這個碗 我覺得 這就蠻俗辱的 它很大 其實是4042的尺寸 就是很大的尺寸 我覺得男生拎出去真的有點 特別是我 因為我的身高很高嘛 我拎這個包出去真的 沒有人聽你的身高 你老實說這支包很高 這支包的 這支包算是最近穿火的一支包 是年前去年穿火的一支包 這支包在三年前 藏性價其實只要兩萬塊錢 很便宜 但是自從去年 我覺得夜夏包的趨勢回來之後 這支包也漸漸沒帶回來 後來楊咪啊 張雨淇也又在用帶貨這支包 普通款的這種Shoulder Burkett和Hack的話 價格就漲到六萬多塊左右 但其實怎麼說呢 因為這支包當年的原價售價很貴 大概是要也要在七八萬這樣子 所以怎麼說呢 還是跌的 對 那Shadow20萬 然後這個是7萬 就是給小可愛們你們選 你們會選哪一個呢 但是我覺得 比如說這個加上一個Fringe還蠻酷的 這個是算Shoulder裡面的Limited Edition 下一個呢 是我很喜歡的一塊包 Penny Flat 這也是個人很喜歡的一支包 這包也太好看了 可怕 這是Shake兩個字寫的 這和我今天一費太大了吧 真的 來給大家介紹一下吧 這支包是愛馬仕 07年春夏出的一款包 也是Jump Coutier時期的 然後的話它是把整支包的五金扣 什麼什麼全部弱化了 變成了皮帶子 就Jump Coutier作為一個我認知的 它是一個色情狂設計師 就很喜歡那種捆綁啊 那個皮鞭啊 袋子啊 從它的各種秀場就看到 有種馬術啊 就是各種喜歡用鞭子 然後呢它把整支包更加俐落地變成了 就是沒有 肩帶就完全就是只有一個 就是搭扣 是扣固定長度的 然後把整支包 在秀場上面是有幾種背法嘛 是一種捲起來之後 像報紙一樣的背法 然後還有就是敞開的 我覺得這種像看似的感覺就很帥 讓Penny的時期來 馬仕包一個個一個都很矩 展開來就是一個 凯利 是一個凯利的原版型 這支包很好看 但是這支包的行情下就是一直 very very 所以低你這多少錢 這支包現在行情大概叫五六萬這樣子 就是跟當年的售價其實差不多 大家快去買它 不要買 不要買 跟我說 買了以後就跟我撞 它有其他配色嗎 有它還有鱷魚皮 我最近在找一隻鱷魚皮 鱷魚皮這樣都窩著 就更帥我覺得 就不care了 更加狂野的感覺 它在秀上面還有出 藍色橘皮的版本 然後還有出皮拼帆布的版本 但我都沒有收到 因為這支包實在是太少了 我覺得真正 這支包留在手上的人 就是真的是收藏的人 然後如果在它中間還有特別款的話 就是真的不會拿出來賣的 所以很難收 對很難收 但是價格這麼低我還是沒想到 我們如果要買包的話 是不是只能找那個 我 OK 那節目前如果有賣包的 也可以聯繫我們 可是我比Jensen還平衡 不允許 不允許 你不要跟我加幾萬 因為四五萬買就去到三千 很合適 而且我很喜歡的英文就是 多用 所以我們現在就發現了一個低谷的包 對這個是低谷的 對 我相信它有能力 漲到八萬塊或者是七萬塊 我也希望它能漲到三十多萬 我覺得應該不 三十多萬有一些點那個吧 有啊 我跟你說有 你知道那是孔雀開利 在17年就是那孔雀羽毛的開利 在17年的時候 你要多少錢 十幾萬 現在三百萬 現在三百萬 那個是比這個少當然 但當時沒有人欣賞它 那個我能理解 因為它那個把貓搞成功能很難 對 就是愛馬仕真是個很玄乎的東西 因為之前還有一隻很特別很特別的包 是一隻全球只有五隻 是 是 加菲貓的包 一隻木馬貼里 像那個叫特羅伊木馬仕的那個木馬 整個它就是把一隻包做成了一個小丸偶 馬型的一個小丸偶可以搖的 超可愛 請加菲貓來聯繫我們 聯繫到 不允許 啊 加菲貓聯繫我們就把chaser這些東西删掉了 下一個我很喜歡 對 其實是我覺得是我包括你們 最最最特別 然後全網最少的一隻包 這隻包因為是在愛馬仕 2011年Spring Summer 直播過天的告別秀上面出現的一個包款 叫Kellie van Dewe 翻譯過來 直譯過來 我們討論過叫Kellie奶 奶兜子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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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奶 就是奶兆的意思 對 那個法語的 Kellie奶兆 然後 因為那場秀是馬術 以馬術來做靈感的嘛 我相信他的設計的初衷就是 騎馬的時候 跨上背的那個小花包吧 嗯 我喜歡張霍哥借的原因是 他會把 愛馬仕的Porking 開始用經典的包 設計從不同形狀 然後在不同的地方 對 他會瘋狂的改造 不像現在的設計師和The Man 就做一些很奇奇怪怪的 加一條樹槓啊 加兩條樹槓啊 一個翻譜啊 就這種很無聊的很boring的設計 這部Goutier的設計 Always能帶來怎麼說的 驚喜 因為他其實在愛馬仕待了七年 八年 七八年嘛 但是當年的秀的話 其實一年只有兩場秀 他貢獻了每一場秀裡面 就是每一場秀都有經典 每一場秀都有新的 很suprising的東西 我很喜歡他這種 活色鮮香的感覺 這時候我覺得特別帥的一個杯 反正是在秀場上面 模特當抹胸杯的一個奶兜 就真的很帥 那我們這個節目裡面啊 是不是應該有一個福利呢 我們讓Jason看一下 好吧 可以啊 不是會不會限量 會不會推廣 放手一夜 追到健身區 追到健身區 那在我們的節目裡面啊 就是接下來的視頻當中 會不定時的出現一個一秒鐘的彩蛋 有可能不到一秒 一針兩針 大家注意看不要挑啊 這總要限度追重機 OK那下一個也是非常經典的關 就是這支 也是Gembo Quotier 17的 對也是Gembo Quotier 17的 這好脆弱耶 我都不怎麼敢用它其實 這個包 這個包美在設計 對我覺得這支包 算是一個Gembo Quotier 前三iconic的一個設計 真的不適合提出去 我覺得這適合在家裡當擺監看著 但是拍照會很好看吧 我覺得它就很shake 很春天 它這什麼皮啊 這支是上面是馬鞍皮 叫Viania馬鞍皮 然後是愛馬仕的一個經典的傳承皮革 給大家給按開一下 打開以後 這很智障啊 這個包你看 打開以後就是這樣子 整個像爆開一樣的 不是很美觀 我覺得這包扣起來是最好看的 這支的話 行情價格在30多萬左右 因為最近出了mini size 出來之後 這支大的size價格就下來了 因為大家不喜歡大的 那你為什麼買它 就是這支包是送給我自己 19歲的一個生禮物 你19歲還沒到呢姐姐 對就是 為什麼要叫我姐姐 就是這支包吧 因為我18歲的時候 送自己了一支牛仔Shadow Birkin 然後我去年一年 18歲一年我就在想說 什麼樣的禮物能超過 在我心中的地位超過 因為要19歲生禮物 能超過牛仔Shadow Birkin 這個地位 後來想了很久很久 要麼就是我買不起的 要麼就是找不到 後來的話我發現了一支 就是發現這支的話 它的份量是 maybe是可以跟Shadow Birkin媲美的 雖然它沒有過 但是我覺得它 作為我19歲生禮物 它不配 如果硬要說 珍珠克雷二十七 特別特別特別有特色的 前三個特別的包款的話 我覺得佩克雷肯定是在其中的 然後還有So Black So Black好愛 可惜我還沒有到 那你20歲可以給今天買 So Black 不配 So Black在我眼裡面 就只是限量款的入門款 限量款也是入門款 So Black 那個Birkin 它還好 So Black的Birkin 因為它出過30和35的尺寸嘛 然後Birkin的話 30尺寸大概是在30多萬 30萬出頭 30萬左右 35的話是大概在28萬這樣 因為So Black量產其實很大 因為小紅書上面搜愛馬斯的限量款 最多出來其實就是So Black So Black系列 說到小紅書 你跟我說過 你看到很多人用的報紙架包 對啊 就很多看下去很有錢的人 就 包括說誰 他是真假會用的 就是他在我看過他那些視頻 我發現他應該是真假會用的 並且 嗯 小紅書上蠻多的真的蠻多的 像那種XXX的衣服啊 上哪兒衣服 好多買的全是假的 所以你是能通過照片或視頻 還是一個真假的 對吧